哈嘍大家好 今天呢要來玩的這款遊戲叫做小公子阿瑪 那官方呢在最近也是出了一個最新的英雄 可以看到這邊有個限定招募 那出了這個神話英雄李白 那我們李白呢本身的職業是射手 算是用新增了一名遊戲中的強力輸出角色 那這種新角色肯定就是會比之前的還要再更強 我們照慣例呢一樣是先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首先他的必殺招劍破長空 可以向前方釋放五隻飛劍 那每隻飛劍可以對敵方目標造成120%的物理傷害 那有機率觸發穿透效果可以對多名目標造成 同等的傷害以及效果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打更多隻的角色 然後他的紅石金加成可以直接造成 最大生命值傷害 那這個對前排那種 血比較多的坦克就非常大的威脅 而且施放六秒內可以增加自身30%的攻擊速度 那這個紅神器的加成也是非常的不錯啊 非常的好用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第二個這個 戰技小技能 植母劍 那普攻呢就會施放飛劍 那直接造成80%的物理傷害 那就相當於他直接普攻就是造成了100% 這樣 兩隻80%總共是 260%的物理傷害輸出 而且 還有機會就是指神器之後就會有機會 造成1到1.5倍的傷害 那他本身呢就比 其他的射手還要射多出 好幾發啊 然後因為這些多出去的飛劍也一樣是會有 有擊退效果就可以延緩對面的前排推進 所以說也是非常不錯 而且很實用的技能 能夠打傷害又有擊退的效果 好那再來第三招就是 破劍式 可以增強我們必殺招放出去的飛劍 傷害直接增加25% 並且附帶30%的破甲效果 直接降低敵方的防律就可以把它想像成我們也是 直接增上了 好幾十% 好這對我們必殺招的這個傷害是 大幅加成 而且 對面前排坦克同樣防律都是 特別高嘛 那有這個破甲效果可以讓我們輸出打得 更好 更足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他的第四個技能 劍氣如風 那每三次攻擊就會釋放一道劍氣攻擊 前方的敵人 那對敵方敵人造成300%的物理傷害可以 降低敵方30點的能量值 那傳輸神器可以讓他的物理傷害增加100% 來到400% 那每集中一名敵人又可以恢復自身30點的能量 那我們李白升星升到第四個技能開啟就已經 非常的強壽 這個400%的傷害而且他本身還是小技能 那更不用多說我們李白 塞非常多的這個 攻擊速度加成的 雕吻 給他本身這個釋放技能 劍氣如風的頻率變得更快 直接打出超高的傷害而且還可以 降低敵方的能量 基本上以射手這個職業來說是 蠻全能的一隻角色 然後剩下的屬性還有強化就是 額外的加分項目 可以讓他的攻擊增加15% 並且可以 增強他的擊退效果10% 那最後的人劍合一 飛劍速量加1然後可以稍微增加他 他本身的這個生存能力 可以讓他傷害的15%轉化成 自身的生命值 不過其實他生命值應該不太會掉 就是靠前排負責坦傷害 好那麼介紹完他的技能也是來看一下他本身的實戰效果 好那麼先用一隻角色看一下他的普攻技能是長什麼樣子 好開場直接先被變陽沒關係 好先發射出第一隻普攻可以看到有 格外多射出 兩發橘色還有紫色的這個飛劍 然後第三發的話直接造成這個劍氣的傷害可以降低敵方的能量 並且增加他自身的能量 這個劍破長空也是直接 釋放出去有 連射5發然後會觸發這個 穿透的效果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呢就是 直接 把他 套在實戰裡面 那因為我們李白的擊退效果好像也是蠻不錯的嘛 那麼可以前排多上那個劍勝 就極致化他的這個擊退能力啊 然後再搭配一個非常坦的黑球基本上現在 黑騎 是基本上這種必備啊這個超級坦的坦克 然後再搭配額外的控制效果我們就讓 輸出都讓我們李白來打吧看會 呈現什麼樣子 好這個 極致控制啊 然後這樣擊退的陣容 好開場對面這個變陽 直接讓我們的 行動喔受到大不限制 不過現在已經 死法對面整個推到牆角了 也完全壓在牆角 非常的舒服 如果我們這個陣容的話 他的範圍輸出 就沒有說到特別高 我們這樣的話就不稍微看一下 李白的輸出 好我們最後看一下他的輸出是1806K 然後回血量也是有189K 好我們接下來就是稍微改一下陣容 我們就用平場了 用我們的巫妖王稍微補足一些這個範圍輸出能力 然後控制角色的話我們就是選下沉默 然後至於前排我們就是選這個大家熟悉的 奇天大勝 及黑球 看看我們這個陣容補上了李白之後會 有什麼 其他的變化 就算了 可以看到敵人在完全疊起來的情況下 我們李白的輸出跟烏黃是基本上一樣的 可見我們李白的輸出能力還是相當不錯 那在這個現金這個階段基本上到後面都要培養多隻陣容 那我們李白當成一個主要的主C 因為他升到16星之後甚至也可以有額外的吸取效果 他一個人就是扛一整隊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麼來到我們的抽抽環節 那麼肯定是要來領一下這個官方每次都會送的 免費10連這個限定招募券 來看看能不能夠這次把它白嫖出來 那麼目前是有43抽 60抽是必得神話英雄 但是就不一定會中到李白 這個橙色傳說 這個20抽就直接抽中李白 射手持續輸出還有遠程的角色 這邊還有一個李白的碎片 我們再抽個3抽 就中上一期的這個限定角色的露西法 我們再抽個10抽 這個感覺出貨機率蠻高的 看這個40抽已經有兩個李白 然後再加上一個露西法 我們這個這次算是有成功白嫖到 也算是彌補我們上次露西法沒有在限定的時候 就抽到了遺憾 好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有李白 那當然光是抽到我們的英雄還是不夠啊 我們還是必須要抽到他的對應的神器 可能完全解放他的這個能力值啊 好吧 那我們上次就是今天的這個 小龍者阿瑪的最新限定英雄李白介紹 以及試玩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咯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